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 男孩前成员高志荣的三岁儿子生财 而在今日预告片释出 两人在节目互动超级可爱 让人更加期待节目正式播出 从预告片看到刘以豪在见面前 脸上带着 继续待又紧张的表情 身上还背着准备要送生财的礼物 一个相当可爱的恐龙背包 两人一见面 刘以豪用韩文自我介绍 而生财也特地学了中文 超级可爱的用中文说出 我是生财 而在之后收到了以豪叔叔的礼物 后生财也用中文说谢谢及我爱你 之后刘以豪更是准备了吉他 自带自唱准备攻略生财的新 唱的正是《Walking朗朗伤口》的民谣歌曲 刘以豪从预告片中看到生财 专注听住以豪叔叔唱歌的表情 已经深陷于美妙的歌声中 两眼神钉完全走不开 最后爆笑的是两人对刘晚餐的选择不一样 以豪叔叔想吃猪肉 但生财却说想吃鸡肉 在一旁的爸爸听到也觉得有趣的笑了 刘以豪左出演超人回来了 余生财又第一次见面 截取自脸书 生财在收到以豪叔叔送的恐龙书包后 回敬了我爱你 截取自脸书 刘以豪在节目中自弹自唱 《Walking the Unbomba》给生财听 截取自脸书生财相当真 助听出以豪叔叔干吉他 截取自脸书留以豪 又两鱼生财 又一两人对于晚餐选择不一样 以豪叔叔想吃猪肉 生财想吃鸡肉 爸爸在一旁有趣的笑了 截取自脸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